Hello Hi,Anson 你好 我今天跟你聊天 因為你是一個創業家 是不是?你慣不慣這個名字? 我都挺喜歡的 同時你是一個學生 不過你是一個將人生的路 調轉來走的人 不可以說是調轉來走的 不過是有少少跟正常的軌跡有些不同 你今年多少歲? 我今年22歲 22歲 應該是剛過了生日的那些 因為我之前跟你聊天的時候 第一次跟你聊天的時候 我問你多少歲? 你說是21歲的 記不記得嗎? 好像是 是啊 其實我知道你現在正在讀大學 但其實你中間過了幾年就沒有讀大學 就走出去創業 是啊 那我為什麼說你是一個創業家 要跟你聊天呢? 因為你不僅是一個創業家 還是一個成功的創業家 講一下你有多彪秉才好嗎? 我講得了 這些放在我的口裡 那也是事實來的 因為你本來應該上大學那一年 你就想到一個想法 然後就創業了 就是你這件T恤上面的那個App 是的 Wing Bull 是的 一個App 那你就想到一個想法 然後你就創業 跟幾個朋友就夾了一點點錢 那就開始創業 而做了三年 你就成功地把這個App 賣了出去 給一間保險公司 然後呢 我就當你這一件事是幸運了 但是你之後呢 你又隨即想另外一個想法呢 就申請了香港的數碼港的一些的Funding 就由初創開始 接著就拿了一個Incubation的Fund 那現在呢 你又一路就在做你的新的業務 另一方面呢 你就去了德國那裡升學 就讀大學了 就開始讀你的Degree了 對不對? 我有沒有做錯功課? 對啊 對啊 好 OK 那好了 那現在呢 就想分享你的故事 因為呢 我知道呢 你其實除了成功這樣去創過業 也都成功這樣賣出了 又再想新的想法 讀書啦 跟著你其實呢 你的業務 還包括你幫了一些客戶 去申請一些Funding 你令我的感覺就是覺得你 很懂得找到資源 因為我們現在 經常都會有這個問題 譬如 你知道我搞球的嗎? 搞足球 是啊 你知道我搞過足球了 其實足球就是一個 正正就是一個經常要找資源的一個行業 就是要有很多Synergy 才可以做到東西的嘛 做到東西要給到一個 贊助商或者商戶看到 它有什麼商業價值 而你呢 就將這件事做得很好啊 由一個你剛剛開始創的平台 去慢慢去有些successful case 跟著就賣了它 那所以今天呢 其實是特意邀請你來分享一下 這件事 因為我知道很多年輕人 可能在想著 咦? 現在好像前路忙忙那樣啦 找工作又不知道怎樣啦 創業又更加害怕 所以又想找你給一些正面的例子大家 好 好啊 那不如你說一下 我知道你在香港讀Local School 跟著就在外國讀了兩年 跟著就考 就是準備考大學了 那跟著你就 突然間是不是在暑假那裡想到一個想法 是啊 暑假那時候 講來聽一下 分享一下 是啊 因為我那時候 八信仔那時候 是啊 我那時候暑假就 在機場 嗯 剛好上飛機延伸了 然後我就想 就是我上網看旅遊簿 然後 很麻煩啊 買些保險 因為我家裡是做保險的 因為我經常想搞一些 就是新鮮的東西 嗯 那就有個年頭回到香港 馬上跟一個朋友說 不如我們搞個保險案 就幫人比較啊 即時賣 就像 Crypt.com 即是那些旅遊市 的程序那樣 嗯 因為我身邊有個朋友 就是做Finance 另外一個朋友就是做Tag 是的 嗯 但是他們都是同年紀嗎 還是他們比你大 有一個同年紀 一個比我大 嗯 即都是十八歲 即是年輕人 三個就想了一個想法 實踐很難的 其實就是 我經常覺得創意 就很容易說出來 但是你起動那一刻 很大力的 是 是 那你怎麼做的 怎麼開始的 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三個 就是一有這個想法 因為那時候放了暑假 然後我們就每天 就是蹲在 因為我家裡樓下 有一間餐廳 就挺好坐的 就每天坐在那裡 一起聊 就是當作一個辦公室 每天坐到十點 然後就 就一起聊 然後 一起打個app出來 然後我就負責找一些 就是保險的connection 因為我家裡 我爸爸做保險的 介紹了很多agent 那我的partner又是 這行人就認識 也有些人 然後就 找走一群belter的用戶 我們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就 經常上網 就看別人的那些 就是創業心得那些東西 但是 我看完就覺得 只是看完都不太明白 嗯 所以就慢慢 就是逐個逐個 跟那些agent 問他們 你們覺得有什麼不好 你們 平時找客人是怎樣的 就是逐個逐個聊 然後就 當做了一個app出來 就跟那些 就是給那些agent試一下用 他們又覺得挺好用 慢慢做到一批用的時候 我們就 直接跟保險公司聊 那剛好有些保險公司 就有興趣 那就圓結著之 讓我們繼續 研發這個app出來 這樣就 是的 那最初 其實都是幾樣東西的 你剛才說過 那個過程 其實已經是說幾樣東西 就是你做research 你真的要打個app 就是要有一套工具 因為不可以賣空氣的 當你跟客人聊完之後 你就要立刻給他整套東西 看到 是已經用到的 而不是說我跟客人先聊著 接著又先聊一下 是沒有這件事的 所以一定有個 你要打好成功的工具 接著就要給客人信心 其實這個 你剛才說到好像很輕描淡寫 但是其實都不簡單 就是我打破商場這麼多年 是的 就是說什麼都沒有用 你到頭來 你要提供那樣東西 是他用到的 那他才有信心 是會有繼續下去的方案 那幾個年輕人 夾錢做生意 那你的錢從哪裡來呢 以前有沒有做過工的來 我有 你做過什麼 我做過pizza店 就是送外賣 真的是pizza仔 他那些門口要給人 你是去哪裡啊 找錢啊 真的是pizza仔的工作 珍珠還有補習 幫助小朋友補習 你幫助小朋友補習 對 幫助小朋友補習 嗯 那你那個 那時候的心態 是為了要賺錢 就是想著為了創業 還是都不知道的 就是總之 覺得想見識一下社會 你18歲已經創業了 那你剛才說的 那些是16、17歲做的事情來的 應該是 我真的覺得年少輕 我那時候就 只是想搞一個app出來 就是我覺得會有很多人喜歡 然後沒有想創業這件事 我只是想搞一個app出來 就是這樣 就是同幾個朋友 就說OK了 大家有空就搞了 那跟著你WingGoo 就後來就是 一定是一個做得好的一個solution 那跟著你WingGoo 就直接賣了給一間保險公司 就是現在不屬於你的了 不是 broker broker 啊 OK 我買了給一些broker去用 是了 broker 那是有一間broker的公司 買了你這個app 那他就自己用了這個app 給他的客戶用了 是啊 大家可以Google一下 你們應該會猜到是哪間的了 免得回家 都應該查到的 那你那時候買了多少錢 將這個業務 那時候800萬港幣 哇哇 800萬 很多啊 對我們說的大陸 800萬港幣 是嗎 是 800萬 然後之後 對啦 當然是很多啦 那你們怎樣 是不是 就是大家分了錢 賺了很多錢 那那些年輕人就 去承認他 還是你繼續呢 我很印象深 就是當時我們一收到這筆錢 我拿了這筆錢 其實我就說 這樣 然後我們 評分 沒有啊 因為當時雖然公司有分 就是percentage 但是 我們全部都是評分 因為當時大家都是 就是投入了很多時間 投入了很多 青春 過來 跟我們一起去玩 給別人罵 給一些保險員 當我們是狗 不要過來犯 是一些員工的跟我們說 然後 我們都拿了很多筆錢 評分完 然後我又出了我的筆 就去旅行 我很印象深 我們去了日本的旅行 整晚都說 我們可以去日本旅行 吃飯的時候 然後我回來剩下的 就給我家公樓 供樓 然後呢 那時候你是 剛剛 你是多久之前的事啊 其實你的公司賣出 賣出的時候是一百年尾 九月十月左右 正式賣出的時候 嗯 然後玩一段時間都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然後你又回來 你又再想新的東西 就變成另外 就是將你 我覺得你是將你懂得的東西 再變成一種服務 就是不是說只是在做一件事 而是將你懂得的東西去做服務 這個就是我今天其實最想跟你分享的東西了 不過想說一下你的獎 你是不是中間拿了一個獎 你覺得是一個很啟蒙的機會 會這樣 有 獎是有香港那些貿易局 數碼港那些比賽的那個 但最印象深刻呢 其實就是這一個 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獎的 就是 奧地利的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培育計劃 那時候就是 亞洲五個代表 17年的時候 是 IECT 是一個奧地利的一個 培育計劃 那就是說它有東西教你了 是不是 有 過程是這樣的 哇 那個詳情有很久講了 就是暑假那時候 我們就會去到奧地利一個 創業一個盒 就是好像一個小城市 但是裡面全部那些 很多創業 就是好像美國的谷那樣 但是奧地利 是後面整個雪山 然後前面有海 但是裡面我記得第一天去到就 有些網絡 就是一起吃一下飲料 嗯 嗯 那時候只有我們 等一下 你這個獎 你是有 亞洲只有五個人 是 被選選去參與這個計劃的 是不是 那你是不是做了一樣東西去 贏這個獎 還是怎樣可以拿到這個機會的 哇 沒有問題 我那個時候好像是有個 現在我香港有其中一個 mentor 去推薦的 嗯 然後我們就好像面換兩次試 然後第三次就直接就飛過去 再面換 最後一次 然後就 嗯 OK 恭喜你 你可以 來我們這個計劃了 那就是暑假的時候 就叫做 10日 11日還是12日 是很多全球 還有奧地利本身 自己德國 很多年輕創業家一起聚集 那有幾個出名的 mentor 就是有幾個在全球都很出名的 mentor 就是創業家 他們過來做 mentor 是 有些做投資 很多 networking 給我們 嗯 嗯 那短短的10日 那你學到什麼回來 嗯 其實老實說那10日呢 就很多堂上的 但這些堂其實如果是怎樣的 那些不太記得了 但最重要是我看到 就是感受到 很多更小的 有些是16、17歲都被人選 哇 他們是為了 就是為了創業 他們是 我不知道怎樣用言語給了大學 是不睡覺 不讀書 讀到中 有些是讀到high school 他們不是中學 就是讀到 不讀 不讀大學 直接是一一拆 一一拆 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這麼快 就是我看到很多 就是外國成功 那些 mentor 分享 我是覺得 就是跟香港不同 就是香港 我那個時候 那個分業的決心 沒有那麼大 嗯 我是去完那邊 哇 這個世界真是大 還有那些人真是 真是瘋了 很多都是一支工 或者兩三個人團隊 但我香港已經很幸運 有一條小型的團隊來支持我 嗯 還有大家竟然是 就是我不用說什麼 他們已經知道我 怎麼走 但我看到外國那些是 很薄命很薄命 但是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隔膜 那我覺得我回到香港不行 我真的要 再想一頓 是嗎 不是 那時候還在搞 那時候是 回到香港就是跟自己說 不行我一定要專注 所以 嗯 嗯 我不知道怎樣 好 OK 那這個就是 你中間拿了一個獎 有這個機會 是 其實當然這件事是難得 因為正常 走正常的路的話 其實你要 看到這個世界 看到很多聰明的人 那要在他們身上 拿inspiration 都不容易 就是沒有這個機會 可能你要去到 做了很久 你才會有機會 去認識這麼多人 那好了 那跟著回來 就是 我覺得你很懂得用資源 那你就跟著 就申請了數碼港的計劃 那你現在其實有間公司 又在做另外一種服務 是 那你做些什麼的 在數碼港那間 那個培育計劃那間公司 我現在新的那間其實叫A plus A 那我專門幫一些中小企 就做technical 就是比如寫app啊 寫網站 但是最不同的是 我們幫它做digital marketing 嗯 因為我們本來自己公司 有幾個 就是高流量的網站 嗯 那就和懂得怎樣做一些 spat link 怎樣寫一些 content 可以封到那些流量 可以去到很高 那這些都是 我自己和我的團隊 有幾個是 就是在Wingpool的時候慢慢自己學回來 還有我們現在有一個是price.com 總之是一個前一個很出名的網站 叫price 也不記得開名 那它是過來幫你忙 它是那邊做growth的 嗯 就是過來幫你忙 所以我發現我自己的興趣其實是幫一些中小企 特別是一些大學生 有時候有不少大學生過來PM我 就說 哎呀你start up的經驗啊 或者怎樣怎樣 然後我是 我們有沒有不同的是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對的項目 就是有些大學生說到 我學生啊 我沒有人物啊 我沒有資源啊 我們是試過有些是不收他錢 幫他特別收他 這樣 嗯 嗯 那時候我常常忘記公司 因為也不是很多時間 其實就是外面呢 你可能寫個網站 可能他跟你說 兩三個月 寫個app 要一年或者一半年 那些人工有計算的 是的 但我們知道過 是的 他知道那個初創那個難處 是不是 就是知道初創那個 是的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同步行 那說回你 就是在cyberpots這個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 香港一個熱門的基金 就是一個創業 start up 的基金 那他最初就有一些 初型一點的 那就是 十萬元 我知道 那之後呢 如果OK 畢業呢 就可以去incubation 是不是這樣的 是 那incubation 其實他就會給你一個office office是在數碼港的 數碼港 那就不用交租了 很羨慕的 知道嗎 背面海這樣 是啊 很遠 裡面真是很high tech的 這樣 因為我都有些 就是做生意上面的朋友 都是在cyberpots 於是我就去過一些office 那些facility很好 那些cantina 喝東西啊 那些 還有cyberpots有一件事 就是你用它的office 不用錢 它很high tech的嘛 因為它可以接著你入同出的嘛 你只需要有40%的使用 拍卡 拍卡 是的 就是那個office就放在這裡 你用40%就可以了 亦都允許你們出去 去做事啊 開會啊 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呢 在cyberpots的project的申請那裡 你有什麼可以跟 有心想申請的人分享一下 嗯 嗯 好問題 先說一個CCMF 其實我自己也是申請第五次才申請到的 我申請五次啊 申請五次 因為我現在看回自己為什麼以前申請不到呢 因為那時候我寫一些proposal 是很空的 很空 就會說 例如它會叫你兩年的Mountstone 你拿完實力會做些什麼 那我發現可能不止我 很多的學生或者年輕人 想創業的朋友都會 Focus了10萬 我拿出來研發這個apps 我覺得很技術 但是其實我發現呢 數碼講 就是它的評審看的東西 雖然它那個官方是說明25% 25%是佔你的技術與創新 還有 但是有個團隊其實很重要 25%都是 嗯 我為什麼這麼關心 大家要Focus在團隊 和你那個 即不是那個技術有多創新 你那件事是不是社會需要 因為 我看過有個apps 即我和其他有個是中醫的 其實是很 我覺得是很 尖方夜譚 但是它有個proposal 和它present 就是它是說到 一些評審想聽的東西 很多人就是 說10萬元要開發 不是啊 它10萬元不用開發 因為它自己已經有一條tet team了 那10萬元怎麼promote 然後它第一個stage已經 improve了 原來它自己已經存到 例如500個 1000個用戶 就是 因為政府其實看的東西就是 要你的delivery 就是你給了些什麼政府來 看到你是有成績的 但是很多時候我看到一些 business proposal 哇 我會發展到很厲害 我會發展到很大 是的 你明白 希望大家會聽我說什麼 就是最好有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可以和數碼港的計劃裡面 它最 proud of 的幾個projects 譬如是K-look 是 是不是讀K-look K-look K-look Google WAN 其實都是最初是有拿數碼港的funding 這些就是大家都會用到的 可能是整個社會都用到的 一些的目標 當然你說拿10萬元或者30萬 或者有50萬也有更多 其實是不會做到這個整件事的 但是那個整間公司創立 那個服務最終出到來 究竟是服務到那個社會有什麼需要 還有一些業界的分享 就是說你那個那樣東西 可以被人借鏡 然後之後有別的發展的 我感覺這個會是那個方向 就是希望做出一些show case 你自己在那個計劃裡面 你又覺得那個培育 就是incubation 那部分你得不得到一些東西 就是數碼港給出來的incubation 得到的其實 我覺得很多人會覺得 哇幾十萬元現在交流50年 很多人會覺得 哇很多資金啊 免費office 很好啊 但是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得著 是他能夠給予我們 給予我們很多 是的 例如有些 可以讓我們去不同國家參展啊 或者去不同國家的workshop 就是跟當地的staff有些交流 因為我自己也有個case 就是去了台灣那邊 然後就跟當地有一間 做我們很似業務的 build up 了一個很close 就是很 關係很好啊 還有一些是 在香港本地很成功的 創業的創辦 就是創業的創辦 數碼港都會給一個機會 我們是可以 大家聚在一起啊 分享一下心得啊 還有很適合的東西就是 資源律響 嗯嗯 它整個概念都是這樣的 是的 因為其實好像一個大家庭那樣 就是給你很多 跟不同的人一起 就是 是的 嗯 那你的case就是 你都算是做過一個業務 然後你就拿到這個數碼港的基金 那你剛才有mention 那個partner很重要 就是說 嗯 用回普通人的言語講 就是說就是說 如果你烏合之眾的 那也都很難令到人家 看起你的projects 覺得你做到 那就變成大家都要有少少經驗啦 那但是 又是一個初創 就是它的概念也是一個初創 那我們可以怎樣 你覺得可以怎樣 可以令到一些想創業的朋友 找到一些好些的partner呢 嗯 我覺得大家其實可以試一下 有三個 有三個的 其實有angel list 香港也有很多人用的 是的 其實還有一個香港本地 叫W-Hub 你可以上去 寫你自己的idea 然後 就說你是looking for 這些partner 那就可以 因為它是一個startup的community 好像Facebook startup的Facebook 就是讓你有看到不同人的背景 還有找到它的projects 一些幫你 嗯 那第二個 就是我以前的做法就是 看看自己身邊的人 逐個逐個問有沒有創業 或者有沒有人可以refer 是的 那是不是要用誠意打動他們呢 就是通常 一定是誠意 還有誠信 我覺得很重要 嗯 因為真的是三五四七的 合作 很嚴重的 慘了我結婚 有些合作是說 大家扔夠錢出來 但是一些註冊公司 有些力不夠 很容易有這些爭執 所以我覺得是逐個逐個談 因為我自己為人是 不理其他人 我是逐個逐個談了一兩個月 覺得適合 好 我們今天決定 我們要說這六個月會怎樣 我們 大家扔五萬元出來 但是這六個月 我們預料是沒有任何的收入 每一天我們幾點到幾點回到公司 但是如果真的要大家OK 就去馬 是啊 我有個感覺 就是其實 很多初創裡面 最大的資源 其實只是人力和時間而已 如果你說 大家有很多錢出來做生意 就不用夾了 就是不需要去做一個初創 可能已經在做很好的生意 變成年輕人 他想創業的話 他可能只是真的很少錢 你經常說五萬元 因為我知道你第一個業務 就是每人夾五萬元做的 就是你送披薩 補習 可能很多年的零用錢 是的 利是錢 那很多人 譬如你說到說 如果很多錢的開始 就是可能六位數字 其實很多人都拿不出的 但是可以拿得出來的是時間 還有你那個 真是你那個 學習的精神 或者你說 武功都有勞 你要到 就是那個態度 不可以說 我覺得自己好像 給你很多東西 所以又不出現 這些都標籤了 是年輕人的通病 但是如果年輕人 你可以打破這件事情 那其實就用誠意 用時間 用你的心力 那其實應該都可以 換到一些好好的夥伴 就是我在另外一邊 邊緣那裡回望 那我自己都是一個 挺有經驗的 做生意的人 其實我都很喜歡 那些年輕人 就是很喜歡跟那些年輕人合作 很喜歡跟那些初創合作 那因為有時候我們聽一下你們說話 你們會沒有很多 就是商場上 商業上的一些包袱 是 我希望這輩子都不會 那你都始終會有年紀大的時候 又一定會有新的人會走出來 那還有就是很多時候 我們現在經常說 可能你們做的事情 或者很多初創做的事情 就要是一種creative destruction 就是說你其實用一個創意 去破舊立新 那些東西好像可以又好像不行 那你就要吸引到對方 就是吸引到一些partners 沒有人知道成不成功 所以我都很喜歡跟那些 就是很敢創業的朋友去聊聊天 就算合不合作也好 就是大家聽一下對方的經驗 我又拿我那些幾十年的經驗出來分享一下 這樣 好了 那你剛才說的就是數碼說的那個 那你知不知道有沒有一些基金 是幫到一些學生的呢 譬如它真的什麼都沒有的 它很需要一些的支援去幫到他們創業的 有沒有一些專系給學生的基金 有啊 就是那個清協已經有了 清協 清年協會 對呀 香港就是查證不認識那個標誌 它已經有很多那些 清年創業 它自己有一個商會叫做清年創業家商會 嗯 但是我現在看到其實大約 就是香港現在本土有很多大學 就是它很多大學已經有一些創業的計劃 嗯 香港自己已經有一個培育計劃 Polly City 全部都有 就是最 就是連嶺南都有 是的 Ivy都有 所以我看到其實香港有機會有很多處處 還有 尤其是 數碼說也都有一個是薄大學生 叫CUPP 嗯 是數碼說的基金來的 嗯 是數碼說的 它是給香港八大的學生 你個人身份或者小組身份 你去參加都可以 它是不會理你的背景 你是要進去 那個interview 就是那個評審會覺得 噢你批准了 就會讓你進去 然後你進去組隊 它會給很多不同的 workshop 或者很多不同出去外國交流的機會 那我也都看到 其實香港現在的業界 都有很多很多給大學生 好像最近連康宏 嗯 他都和數碼搞了一個大學生創業比賽 還有現在最基本的幾個 Cocoon 他們自己有些 每一個星期三個星期 就是給一些 就算你沒有背景去 你又壞人舉張牌 嗯 又可以為一組 嗯 因為以上那些我全部都試過 但是 除了CUPP 除了CUPP 因為我不是香港大學生 是的 其他我都試過 但是 老實講 是嗎 我也覺得 麻煩一點 哈哈 OK 我想問 那些資源 比如你剛才說的這些計劃 比如CUPP 清協的計劃 或者Convoy 也會和數碼港合作的計劃 其實實質上他們給出來的資源是什麼 是不是錢 還是 你要去 補充一些事情 就是你裏面 你自己的創意有多大的呢 可以去到 其實 坦白說 以前當然覺得 參加這些比賽 贏獎金很好 但是參加下去 這些比賽其實很重視 都是一個Protect 和一個Concept類的比賽 我覺得可能比較 參加這些比賽優勢可能會是 人脈 就是會認識到多些業界 可能將來會幫到你的長輩 或者前輩 第二就是會多一個新聞的機會 有一個 就是會認識到不同的媒體 他們會有個頻道給你 分享一下自己的作品 我見你呢 剛才一直說的東西 你的方向 你都很 很向這些方向找資料 就是你都要知道才行 是不是 就是時間 大家都是24小時 那你可以用來打機 可以用來玩 可以用來拍拖 也可以想 或者找工作 或者是讀書 或者是你 你打算創業的時候 其實我就見到你呢 很懂得去拿各方面的Energy 然後呢 都不容易的 你認識全世界的人都沒有用 你沒有去組織到怎樣去 令到這些東西連在一起 那沒有用的 那都是散開的 你電話簿很多人的 只是 不代表你是可以組織到這些資源 去變成一些實實際的projects 那你現在的公司 我覺得好像是利用你的經驗 還有你其實不斷去索料 找這些資料 你就用來提供一種服務 去幫人做start up 是 那這個就是你自己的業務的本項 就是 都是一些科技上的事情 去幫人做一些 比如 digital marketing 你剛才說的 還有呢 還可以幫人建一些app 做app 還有拍片 之前都有幫公司做微電影 宣傳 網上廣告 嗯 但是我知道你會經常提寫 或者幫客戶直接去拿一些funding 譬如一些現在很熱門的funding 譬如科技券 其實很多公司都需要的 另外就 EMF 就是一個marketing的fund 是不是 企業的一個marketing的fund 另外就是 最新現在 大家都很緊張 說5月4日就會有一個 詳盡的資料出來 那個就叫做遙拒認商計劃 就是一些公司可以拿30萬去 將自己原本的業務 去變成一個online的e-commerce的業務 是的 那這些呢 你可不可以講講這幾個 拿這些基金呢 有些什麼要注意的地方呢 因為一般人就覺得 就算是我公司 這些同事都是 一講到要填這些表 funding apply 一些東西就覺得 哎呀好煩啊 就是很多東西要做啊 這樣 而且命中率未必很高的 因為有時候 譬如以科技券來講 科技券如果做得好填得好 就是你完全表達了你的意思 又是他們的 他們自己的vating criteria 是fought into 他們的vating criteria 我聽過有兩三個月就申請到錢了 有 但是也有些來來回回呢 就是半年是基本 有些是再久一點 所以其實時間就是金錢嘛 也有很多東西是說我們有個計劃 不可以說等半年 申請到錢才行 這樣 那譬如我們講科技券 科技券你覺得有些什麼 要提大家 可以用一個真實的例子 給大家分享一下 好啊 那我其中一個客人呢 他就是做紅酒的 是的 紅酒 那他以前是傳統 是做開一些零售店 一些高級的商場 那他又找我 他就想做一個 就是發展網購 但是很不同 因為香港人 有很多人混淆了 其實科技有個 criteria 叫做科技顧問 那你上Google呢 你就會見到很多科技中介 那有些客人都試過問 你們其實是不是做中介 那幫我申請 拿了三間報價 然後就 哦 去到錢 但是其實 想跟大家講 其實不是的 就是科技顧問呢 就是IT supplier 就是Render 另外一個東西 中介呢 就真的是中介 就是政府都說了 就是不是給錢中介 但是中介 就是分兩個收費模式的 一個就是收commission 就是前期15 後期15 還有訂金 第二就是收訂購的 那 是的 很多人 就是想先在這裡說 就是 擔心大家會 搞錯了科技顧問 就是科技中介 因為很多人以為 拿個資助 我要找科技顧問 就是要找中介 有些中介 就是要欺騙一些人 就說 我們就是顧問來的 你一定要找我們 才能申請到 是的 好 先回證明 那他就想發展這個 紅酒的生意 那時候還有40萬個V座 還未是60 現在加到6 還有現在加到3比1 就是你可以拿到4分3 是的 加到3比1 拿到4分3 你當時是40萬 嗯 是的 你當時的成功案例是40 嗯 因為乳奧月級V座 不是拿了 就是不是拿了100% 就算我當時寫到50幾 60幾 都是在說 批到80% 是的 因為有些少得意 是的 因為有些少得意 我現在才說明 我現在其實這樣教客 去怎樣寫報告的時候 其實是不行的 所以大家 觀眾 自行不判斷 其實客人 是要自行 找三間報家 嗯 是的 因為例如你寫一個BOS 就是寫一個銷售 你已經是可以做一個 就是一個 你像一個網店一個 一個 也有很多人混合就是 我做一個數碼營銷 就是做一個網上廣告 我能否包含到這個科技券呢 嗯 其實是Dart的 但是 又是那一句 看你的Proposal怎麼寫 那很多宗教也都看到他們 就是藉著 網上廣告 以及 用教你怎樣寫Proposal 這些東西 就Pitch客人 一定的運中介 其實我想跟大家說 其實自己去申請科技券 其實也不是很難的 你剛才說兩三個月 我那一隻就三個月 有客人就三個月 嗯 不如我在這個位置說一說 可以 作為一間公司 其實 譬如科技券有一些 比較熱門一些簡單一些 一些軟件 一些軟件 這樣 其實就 在公司的角度 你要清楚自己究竟要些什麼 譬如你剛才說的POS 是Point of Sales 就是你有幾多個賣東西的點 你就需要有一些科技的東西去幫忙做 那POS還POS 可能有些人 就說了一套很大套的東西 但是其實這個世界上是不會有一個科技的Vender 就是那個Supplier 是做得那麼闊的 那所以呢 你自己有哪幾個東西呢 就自己去自行去找幾個Vender去報價了 那因為它科技券裡面是有一些規限著 你的計劃是多少錢 30萬以下的 那那些就是三個報價 那30萬以上的就要五個報價這樣 那你就要按住你那個東西 你是多少錢 你就要找多少個報價 那這個就要公司自己好知道自己做什麼 這樣去做的 那所以其實 都我想很多人就會誤會了 就是說我找一個中介或者找一個Supplier 他就會幫我填爆了它 還幫我解決公司的問題 其實是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你是要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譬如你賣紅酒或者賣茶餐廳 你是茶餐廳或者是我的飲食生意 我要知道我沒錯了 就是做POS有POS的公司 有做CRM的 就是客戶關係管理的一種公司 那你想做一個APP 由另外一間公司 是不會有間公司 又幫你砌APP 又幫你做website 又做CRM 又做POS 所以其實中介的意思 其實說真的 我們都要丟很多資料 如果有一個中介的話 都是丟很多資料給一個中介 他整合然後就填那份表 就是一個填表源 而不是說他幫你想想 當然有些提點 如果他有相關的經驗的話 我們其實在你的角度 你就是一個service的provider 你就是provide那些技術的支援 就是說真真實實幫他砌APP 做website 那間公司 是 是不是 好了 你繼續分享你的紅酒客戶的經驗 好了紫先生 那我紅酒的客戶呢 我可以分享一下 我是中了標的 那我也是那三個provider 價錢最低的位 那他就找我們 就建了一個 其實不止一個e-commerce 整個system 因為那時候 他就說要有四項 就是四項 就是四項 項目之助 就是網上10萬這樣 那我們最後都是 批不足的 都是批了 你遇過recovery 七成左右 對 總共的七成左右 這樣 但是你每個月 就是你每個月都要寫一個報告 因為他 因為他整個進度 是連你 你中我的bill 好了 你收到一個手 因為他受批批25 那你由到最後 整個project 原來的audit 又要寫完一條數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就是 很多客人就是怕這件事 而 為什麼他們會找中間 因為中間會幫他們處理完 但是我奉勸那個人 其實 就是自己做多一點 那又不會額外給中間 因為他每個季度 要你去 就是要你去 要你去 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我們叫他 委員會 是的 委員會 你要報告 你去做什麼 因為他們要看你最終 那個 就是成不成功 交了個貨給 就是政府 就是政府說 你做這個project 這樣 因為中間很容易會 口疹 就是中間會 就是如果你是個客人 他不知道 是的 因為他不知道 是的 還有TVP 就是科技券 是那個商戶先出了那個錢 然後政府才 你要送到那個東西 政府才批准他的資助 那個部分出來 這個都要 就是需要留意 是的 因為就是不可以說 你完全沒有那個錢 就去申請 做到一些東西很大 然後你可能到時你給不到 或者交不到貨 那也都會扣回那個資助 是的 不過科技券的確是一個 很熱門的基金 也都是真的會幫到一些企業的 因為很多時候 你由傳統 無論是一個傳統的 一個transition 去到一個 真的e-commerce的境界 或者其實你本身去設立你的業務 是有一些 e-commerce的部分的 那都可以在科技券裡申請 剛剛就加了去到 maximum 可以拿到60萬 就是政府3 商戶1 那就是說你的project 是80萬的話 你就最高可以拿到60萬 這樣 那你再高一點的project 再高一點的budget都可以的 譬如你本身是打算做200萬 或者300萬的 不過你最多都是拿到60萬 那這個就是一個科技券的funding 幫到很多商戶 那你剛才提到 有一個叫EMF的基金 那個就是marketing的 是嗎? 是的 那個是怎樣的? 那個其實中文好像叫做 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 它的譯名是這樣的 那EMF其實就是 就是工業貿易處 其中一個政府部門 就不是創新科技處 或者是S&E那些東西 那其實這個基金很少人知道 它就是給一些香港的S&E 可以去出口海外 甚至整個網站宣傳你的品牌 到海外都可以 是的 那其實它這個做法 可以分享一個案例 其中一個客人就是叫做 即是不開名的 就是做高級建材的 是的 將香港傳統的地鋪 搬了去網上 嘩建材 即是你說的雲石 柱具 刺具那些嗎? 是的 是的 就是很 是的 就是平時布蘭加 諾克道理 你看到那些 很辛苦的 每一次找到新水新汗 是的 它現在轉上去的Sales lead 都 lead得不錯 那它是將自己的產品放上去 還是將很多商戶 即是做一個mall的模式 放上去 一個mall 是的 嗯嗯 即是有很多選擇的 上到去 是的 上到很多選擇 還有一些 很多technical的分裁 讓你砌到你自己的 Dream house 嘩 看到那個很漂亮 按鍵就可以買了 是的 很有趣 這個真的 我其實也看過的 這個基金 它呢 就會是你要通過 就是參加一些東西 那就有一些 就是實際的 這一方面的支出 是的 Exhibition 參展 或者我們去convention center 那些 是的 那些 convention 你叫什麼? 突然間忘記了 convention就是 會議展覽 那類型的活動 這樣 是不是主力是這樣 類似的 但是其實 這個分裁很多人 不知道其實還可以 放在很多網上那邊 例如整個網店 網上宣傳 廣告 關鍵字廣告 我都可以claim到 但是我也是 要TDC 就是謀法局 它安排的團 就是海外那些展覽 創業展覽 它全部實報實消 很多都是 OK 好 要政府 沒錯 嗯 那你知不知道 有另外一個很熱門的基金呢? 就是現在來的那個 要拒營商計劃 這個 全城火爆 是全城熱爆 其實我問一下你 我知道你知道 因為我今天都看到一篇 你寫的文章 在Startup.inno那裡 就講這個計劃的 那不如說給大家聽 怎樣可以申請到這個計劃 這個計劃呢 其實政府就拿了5億出來的 那最多可以拿到30萬 如果你照顧 那只有1600個商戶是會拿到的 但是不會每個都批了30萬的 那估計可能是有幾千的商戶 是會拿到這個基金 那就主要是做遙拒營商 那什麼叫遙拒營商呢? 哦 遙拒營商 好問題其實有一點點混亂 這個TBP 所以很不容易 但是其實現在遙拒營商就是 將目前在香港真的受到 這個疫情所困的中小企 如果它真的想轉型到網上 例如補習社 它現在沒有學生了 它要開個網上mine 然後它要買一些工具 它要買一個軟件做直播 然後它又要建一個網站 過來展示它公司的業務 或者可以拍一些課程 放在網上給學生藏套 或者買那些課程 那麼開多一個銷售的頻道 那這個已經可以申請做遙拒基金了 嗯 遙拒的意思就是 我們本來有一個實體的地方 那現在就遙拒基金了 可能變成網上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遙拒營商的意思了 最主要是很遠 是的 那它其實就應該是分開三部份 這樣去 就是有三個主流的申請 就是叫做三個項目 就是你三個項目 砌起來就是三十萬 是 是不是這樣 是 每個 而這個基金就是百分之百給你的 就是如果你申請到的話 你那個計劃是 裡面的項目要花十萬 十萬 十萬 那它就三十萬是給你 你自己是不需要出的 零成本 是的 零成本 那這個基金就真的是全城熱爆了 那時間的timetable是怎樣 timetable其實現在都未 就是現在大家都未知道 現在timetable它就說五月四號就是 就是IT supplier供應商就可以報名 登記 但是應該是五月中它才會有 給中小企申請 現在都是 是說18號會出相關的表格給中小企申請 哦 ok 是的 這個就是遙距營商計劃 我期待你繼續研究多些 你又一有你就會寫文的 是吧 是 那就可以幫到一些start up去想多些東西 或者都未必是start up的 因為現在很多 我們focus在中小微企 就是說如果你已經很壯大 或者你都未必需要這些基金 或者更需要都不行 但是就是中小微企的 我們會有很多這些的支援 是可以給大家想多些 然後去申請 那就可以 好像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說 你這樣就是說 很善用一些資源 將它放在自己的計劃那裡 用了這些synergy去幫自己的業務 就是令到現在呢 似乎是生存問題 已經不是說 已經不是說更宏大的理想 暫時來說是一個生存問題 怎樣去轉型 怎樣去做 那你剛才其實講到有另外一件事情 很值得是用另外一個節目的時間去講 就是你說那些關鍵字的宣傳 就是key words的搜尋 其實這個也都是SEO 又是另外一個很需要大家知道的 topic 就是我們怎樣去善用search engine 去令到你自己的東西彈出來 那究竟這些廣告是怎樣做的呢 怎樣去實踐 令到你的產品出來呢 這個 topic 就是我們一個小時應該 起碼都要到一個小時 所以我今天就不想這個節目兩個小時了 因為大家都很忙 現在我們在網上有很多資訊 你覺得嗎 對 人的專注力很低 對 對 你知道普通一條片的專注力是幾分鐘的 我們這次是一個挑戰 希望我們的聽眾可以聽到這裡 知道一些關於startup的心得 而我版前這個 我今天和聊天的這位企業家Anson 你也是有很多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這些 真的要撞過板才會認識 那你撞的板也很少了 一段時間你撞的 知道嗎 唉 我覺得撞到現在 撞夠了 我撞到現在 有時候你不可以控制的 就是撞板的東西或者是 太陽流強去到很嚴苛的時候 可能是社會的情況 就是現在全世界都在面對的問題 那你就好 我們早遇這個問題 有強壯一些的能力去應對 那你有什麼可以幫到大家去分享 要知道的 那我們再談過 下一次 是啊 看看大家的反應如何 希望 好啊 好啊 剛才我講你的那篇文 講搖營商計劃那個 我們把連結放在我們這個post的下面 好嗎 好啊 好啊 還有你公司的聯絡方法 如果你是有一些客戶想問一下你 或者就是 或者就是 和你報個假這樣 這樣就可以聯絡 大家有興趣才問啊 這些 好啊 好啊 多謝你Anson 謝謝你 好 拜拜 拜拜